这个罗郭正在康慨激昂的上奏情旨诛杀奸贼 而当事人汪仲植听到自己被递死的这么狠 也不可能坐以待毙 结果还没等他回踩 乾隆就将他无情打断 刘雍表示 如果要挽回民心 让大家都开口说话 那就一定要杀掉汪仲植 给大家伙一个交代 都是因为他才让整个大清 变成了现在这物言瘴气的模样 况且就连他自己的狂狈之言都不在少 说着还不忘用汪仲植事阅读理解 来说明汪仲植曾说过的话 一听刘雍的解释 朝中大臣都纷纷表示赞同 王仲植人都傻了 立刻解释说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可刘雍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 王大人 清风不识 自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王仲植 按你的说法 这句话 该怎么解释 王仲植被贤隆的反问 吓得满头大汗 愣是半天都解释不出来 只能对着自己的脸疯狂输出 手上打着 嘴里还念叨着 陈该死 陈该死 他的话刚好提醒了刘雍 他立刻乘胜追击 王上 王仲植一直说他该死 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这下王仲植的反向开大 直接把自己送到了对面的防御塔下 乾隆立刻和队友刘雍打了一个配合 说来说去 这最坏的人 是你呀 推出五门斩首 六王爷趁机完成了 今日份的任务打卡 吾皇上名啊 王仲植就这样 被摘了顶带 取了朝柱 被拖下去斩首失重 而众位大臣这次 终于整齐化一地 跟着六王爷喊起了口号 王上名 皇上 你胜命 乾隆时隔许久 再次感受到了众臣的热情 还是非常激动 走到了刘雍身边感慨道 爱情啊 看起来 这不说话 也够吓人的嘞 说多那也吓人哪 刘雍这明显是话里有话 乾隆让他大胆地说 王上 您往宝座上看 您再往上看 乾隆手书 正大光明 乾隆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 刘雍这才不紧不慢地 说出了最大的问题 按照汪仲职的解闻试义法 您天天坐在这儿 原来是为了光复处平 王朝啊 行啊行啊 咱不再说这事了行吗 嗯 乾隆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之前犯的错误 说来说去 差点把这眼绕进去 是 这个王中之 真是该杀 等一下 这个老色批 正直勾勾地盯着美女 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还想恭恭敬敬地 向乾隆行礼 乾隆从未见过这种级别的美女 正要更进一步地了解 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嗯 什么味儿 这么香 哪来的 皇上 这香味就出自她的身上啊 这乾隆正沉迷于美女 无法自拔 而另一边的刘雍 也是没有闲着 提笔在纸上写上 高山流水四个大字 口中还感叹着 知音难寻 而夫人侠儿 也是很快就get到了 刘雍的言下之意 感情 老爷也是在遗憾 少个红颜知己咯 刘雍表示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他只是说 自己只是随便抒请一下 而侠儿却是十分淡定地开始 给刘雍挖坑 像老爷这样的身价地位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有一个红颜知己算什么 就有它十个八个的 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吧 渣男流露锅 立刻就开始胡说八道 我刘雍能有夫人 一人足矣 连皇上都是艳羡不已 我还能有什么妄想 夫人你错怪了 侠儿听完都笑了 你虽然不羡慕皇上的 三公六院 可心里肯定也期盼着 一期两期 林荣这反应速度都已经够快的了 可还是被夫人给绕了进去 两人说话间 侠儿身边的两个丫鬟突然进屋汇报工作 等他们出去之后 侠儿就发现了林荣的眼神 黏在了人家身上 于是他选择无情戳破 林荣的小心思 自从侠儿提到了丫鬟两次 林荣就表现得异常紧张 做也不是 战也不是 就连话都说不利索 见他这副模样 侠儿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我至今 也没能为你生个儿子 心里 的确不安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吗 其实啊 我早就想着 给老爷纳个妾 生下个一儿半女的 我也就安心了 贴心的侠儿 就连人选都已经定下来 咱家丫鬟就不错 人中厚 模样也行 对老爷呀 也知冷知热的 林荣一听这话 心里就开始暗爽 但表面上还装作欲行故纵 说自己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可她咕噜咕噜 转个不停的眼珠子 和丰富的小表情 早已出卖了她的内心 夫人 真有这个意思 嗯 真有这个意思 要是夫人真有这个意思 我要是再推一拖 是不是有点 确直不顾啊 果然 这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鬼 刚才还说自己不想要 不敢要 这才过了两分钟 就直接真相来 这个罗郭露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笑 因为她的夫人正准备给她张罗个小线 李荣此刻还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 压根就没有注意到 小儿给她设下的圈套 你看咱家丫鬟还行 也无所谓 行不行 总之 不必舍尽求援 让夫人劳神 只是 不知是胖的 还是瘦的 这大猪蹄子 还真会抓重点 完全没有察觉到 闲儿不悦的表情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 不 不 那还是烟脆 喜欢 喜欢 早料到了 小儿深吸了一口气 问李荣觉得 什么时候同房何序 其实无所谓 什么日子不日子 一个小妾方便就好 方便就好 方便 这下李荣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带到坑里了 将自己的小心思 全都给暴露了 正牌夫人小儿 被气得不轻 指着刘悠就开始骂 看你这猴急的样子 还说什么心里 只有我一个 从来不羡慕别人 你这大猪蹄子说的话 到底有几句可信 眼见小儿越说越气 李荣立刻开始解释 自己的清白 除了夫人 我真不知 天下别的女人的滋味啊 夫人哪 什么 你还想知道 别的女人的滋味 哎呀 这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反而是越描越黑 李荣为了哄媳妇 也是直接豁出去了 归在地上 就开始撒娇 夫人 你看 你看 你看呀 你看我这给你赔礼了 李荣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与此同时 乾隆也是急得 一个头两个大 这个新风的香飞 不仅长相绝美 身上还有着 独一无二的香味 只是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她的性格 乾隆为了哄她开心 找了一堆唱戏耍杂技的 可是我们这香飞娘娘 就是不买账 甚至连一个微笑都没有 这反应 完全在乾隆的意料之外 何神宝宝想出的招 也没能帮到乾隆 所以乾隆 是要找到刘勇 寻求帮助 在刘勇的启发下 何神宝宝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咱们就照她家乡的样子 修一所大房子 再造一所大花园 从她家乡请了很多宫女 伺候着 总而言之 一切的衣食住行 全照得原来的样子 不愁得不笑竹颜开 乾隆听了也觉得可行 朕就把这件事 交给你们俩去办 马上监督造园子 刘勇本来就不赞成 乾隆用花钱的方式 只为拨美人一笑 想找个借口推辞 可谁让他现在是乾隆身边 最信任的大臣呢 在乾隆的威逼利用下 刘勇也只能答应 花了20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如此大费周章的方式 能否成功让香飞露出笑容 乾隆又能否成功抱得美人归 这个我们下集再说 喜欢的话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